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在收看股市米其林 我是謝文綺 今天6月26號了 禮拜三了 投資朋友真的剩兩天 剩兩天就結束了整個上半年 就結束整個上半年 當然在經過了這兩天的 好算洗禮回檔 真的我不曉得你們昨天睡得怎麼樣 像可能昨天 睡前看了一下美股 OK了放心了 回答漲這麼多了 所以你們就放心了對不對 可是我要跟你們講的是 在昨天在前天 其實你們就應該要放心 可是你們沒有對不對 就還是會被當下盤勢去給影響 這個是我要強調的 我希望說你們可以來跟我的投資朋友 我就帶你們做股票做得很安穩好不好 你們不用什麼 去看一天兩天的行情 那你們就去嚇自己 為什麼 我真的早上也是 昨天也有人跟我說我紅海賣了 我台積出了 一堆 然後都殺低了怎麼辦 賣低了少賺了 當然都有賺都很好 只是說少賺了這三個字很重要 有時候真的你們賣掉了 你們買的回來 敢買再買回來嗎 因為你們會覺得我賣的低 我要再買回來成本又變高了 那現在成本不是四五百塊 五六百塊 六七百是九百塊 怎麼辦 我會怕 投票真的來跟我動作我相信都知道好不好 我昨天也講台積紅海我進去 我進去買 為什麼我會這樣動作 很多人 當然每個分析師每天都在講台積電講紅海 對不對 那很多人說就分析 單純分析而已 投票可是 我自己覺得 手上沒有真的分析起來蠻空洞的 所以真的 我一直講嘛 把握嘛 把握每一次拉回的機會 所以我昨天 我看對了 OK 拉回 我覺得低點到了 好我進去買 真的 所以買完真的這樣拉上來 包括今天 我說紅海休息 稍微平盤了 可是台積呢 九塊十塊 今天又漲了九塊十塊 同朋友 這是我真實的操作 我也跟你們講 好不好 看一下測標 誰在拉回 給你信心 誰在拉回的時候給你信心 我相信 我有這個把握 能幫得到你們 好不好 真的來 來讓我來幫你們動作 好不好 來讓我來幫你們 一起從股票裡賺到錢 小鼠MP57 我的Line幫我加進來 好不好 小鼠MP57幫我加進來 你今天剛看到 或者是昨天前天 剛剛看到的投資朋友 我相信你們持續看我節目 會跟別的分析師不一樣 我一直講 很多分析師 你們也喜歡去看 每天就只講好的 講漲的 重點是什麼 他重點實際上 手上到底有沒有 我覺得 這是你們要去看的一個重點 當然你說盤中連線 為了收視率好 他們一定就是講漲的 請問有誰會去講跌的 沒有 沒有 沒有了 他們只會講漲的股票 今天什麼漲停板去分析 不是嗎 那個 群創前兩天這樣漲 大家都在講 那今天呢 群創今天怎麼了 朋友對不對 全部人都這樣去講 所以我希望 來跟我的 來看我節目的 你們可以 知道 我最主要不是說 股票賺多少 重點是做股票的一個心態 好不好 心理學我研究很深 其實真的做股票 你說這樣做心理 就是人的心理學 我真的笑著說 跟你們反著做就 就OK了 就贏了 好不好 跟散戶反著做就贏了 我以前也一直跟我的客戶講 我跟你們想法相反 就能贏了嘛 因為你們想法是輸的嘛 我想法是對的嘛 所以 跟我想法反著做 跟你們想法反著做就能贏錢了 真的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你們要 要相信 那做不贏的來找我 做得贏的當然恭喜你們自己做就好 可是做不贏的 好不好 我希望 你們跨出第一步 跨出成功的一步來跟我 你們就知道差別在哪 好不好 我一路以來 其實我做的股票 漲跌我都介紹 整理整理整理 我看好嘛 他整理跌嘛 我還是講 我還是看好 果不其然 都還是可以漲上來 我今天測標這些東西 測標我講多久了 這幾次我講多久了 我還沒打上去啦 還有些沒打 四季剛我也沒打上去 太多了 我不想打這麼多 郁金光我昨天也撤掉了 今天拉回我今天撤掉 講好幾天了嘛 朋友這我的標的 我希望 我希望這個來跟一次你們知道差別 好不好 那昨天美股 你說 這個 昨天美股是只有倒窮跌 可是前昨天我上節目我怎麼講 昨天是只有倒窮漲 其他跌 對今天反過來 倒窮跌其他漲 這很重要嗎 就給你們一個判斷數據 昨天倒窮漲多少 也是200多 今天又跌回來了 那 費半 費半也漲回來 只是說還差一點 那NVIDIA有沒有漲回來 同學朋友 昨天也跌這樣嘛 今天也漲這樣回來 所以你們不要去被一天 當天去嚇到好不好 我真的一直強調 不要被嚇到 今天有這個新聞出來嘛 八巨頭結盟 直接講 其實這就像 他這寫八大門派啦 圍攻光明地 同學朋友有沒有像 人家倚天圖文記是六大門派 有時候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其實站在大部分人會去想 其實人多的 八個人結盟 好像他們才是對的 好像搞到 揮答不對 同學朋友這樣對嗎 這樣 你說一天圖文記裡面 明教是壞的 其他六大門派是好的 所以六大門派就 有一個合理性去攻擊 自己想一個理由 要去攻擊明教 那現在是不是這樣 八大巨頭結盟 要去攻擊揮答 要去挑戰揮答 同學這什麼意思 揮答太強了嘛 強到 當然你說這些公司強不強 我一直講 你們不要去在意說 誰市值現在最好 當然這是新聞媒體會去寫 微軟 蘋果 NVIDIA 三個在爭 誰市值第一嗎 事實上他們也沒有爭啦 就是媒體愛爆 我講這個東西 看看聽聽就好 重點是這三家公司 為什麼能在前三名 這才是重點 代表他們公司的產業趨勢是看對的 現在就是最賺錢 所以你只要往這三家公司去投資 沒有問題 對不對 那你說這些 Intel 超微 Google 微軟 臉書 博通 這幾家公司 我講實在話 他們是不是競爭對手 也是啊 那為什麼要結盟去挑戰一個最強 因為這一家太強了 都是好事 我講 不要覺得這樣看好像對回答不好 他最強所以他就被挑戰好事啊 要碰撞才會有激發 就是要一直比賽嘛 沒有比賽怎麼會去進步 會求進步 所以 那這受益的是誰 投票 台灣啦 台灣供應鏈受益啦 這些不都是台灣的廠商的供應鏈嗎 所以我看這個 當然很好笑啊 這邊報導也這樣報 就好笑 可是就是都是好事好不好 你們不用去擔心 真的不用太擔心 好不好 昨天美股盤後 對不對 還是投票這個又來 又在放 我等等講好不好 我等等講 所以昨天好像氣氛不好 可是10點以後 我再跟你們講 上禮拜五禮拜一 到昨天早上10點以前 你們擔心的要死 可是 可是昨天10點以後呢 對不對 那可是不一樣 今天早上好像11點以後 又嚇殺了 你們又要擔心 因為我來 又一些人在問我 老師好像要翻黑了 鴻海翻黑了怎麼辦 我說真的不用擔心那麼多 當下短暫震盪 我又教你們一次 你們又擔心 看到一下 你們會盯盤的就是這樣 真的不要這樣好不好 昨天 這些還是漲啊 對不對 Meta也漲啊 蘋果也漲 字母也漲 微軟也漲 都漲 亞馬遜 都漲回來 前一天跌又漲 台積電ADI也漲回來 對不對 如果跌3.5% 又漲快3%回來 投票 真的不要被短線好不好 去嚇到去 震盪 因為真的 這個 我希望你們真的要 我一直講獨立思考嘛 事物日出來對不對 這個其實要撤掉了啦 好不好 上禮拜四我就講 今天禮拜三 講一個禮拜了 要撤掉了 今天影響就沒了 誰跟你先講的 大家是 媒體是禮拜五才在報 我禮拜四上節目 我就先公開了 接下來就注意什麼好不好 就注意9月12月啦 621完了就算920 好不好 9月20號 這個又要拿出來再講 不是嗎 短線交易者就是注意 事物日的後一週嘛 因為 他這個就講了嘛 這以前歷史經驗 也不是我得出來的 歷史經驗就是當週 事物日當週上漲機率大 下一週指數跌 就這樣 所以 這禮拜的跌 我完全預測的到嘛 因為我早就講 我上禮拜四就拿這個出來講 對不對 所以昨天瑞銀很厲害好不好 講要上車 他們分析的對啊 我也不會說對或錯 只是說很多人 因為這個出來 這個新聞出來 有人會去講 他是不是他的 持股這些他要去出貨 投票人家報好 然後你又說他是出貨 那現在漲起來 那你要怎麼想 有時候真的 不要去看 看好看壞 真的要獨立思考啦 好不好 這個東西 上演黑番 投票這今天新聞 這就是我講實在啦 就是 事後在演說的東西 我們看看就好 低階買盤 這也是今天新聞 投票第一階買盤不是今天 是昨天 昨天要趕買 好這個第一階 第一階買盤來了 今天才這樣講 我覺得 晚了太慢了 那當然不是說就沒有動作可以做對不對 只是說你全職股台積紅海 昨天買盤最漂亮嗎 這個不可否認 昨天 10點前誰敢買 我就講嘛 我昨天開玩笑講 我也不是開玩笑 我跟我隔壁以後同事在聊天 我也講他跑進來 怎麼辦跌成這樣好煩喔 投票 我直接跟他說 我剛剛去買台積買紅海 他嚇到真的假的 你剛剛敢買 結果最後尾盤上 11點多 跑進來就在找我聊天 你真厲害 你敢在這時候買股票 投票 我不是要說吹噓自己多厲害 反正是說這就是一個心態 跌的時候要敢買 為什麼 因為大多頭 也不要說大多頭 大方向現在還看不到什麼 回檔 不要拿以前歷史經驗來 套在現在好不好 再強調一次 不要拿以前歷史經驗套在現在 你們就可以成功了 對不對 就是創高了拉回本來就沒錯 所以每次這個拉回你們要把握 人家會講 我也常講 最近不要說最近 應該一年了 乖離率有沒有過大 有 乖離率有沒有過大 有嘛 我也老實講有嘛 沒有說沒有 乖離率過大了 那就是修正 拉回修正嘛 就是這樣 就這麼簡單 乖離率過大修正 就這麼簡單 那修正你們就不要又被洗掉嘛 對不對 那最後還拉上去 現在漲 漲漲11 12塊 剛剛我才說9塊10塊而已 那鴻海呢 鴻海 平盤左右 跌0.5 這個平盤左右 沒有 這都不重要 重點是 你們現在要怎麼做 好不好 其實這個台大電 我直接跟你們講 我也很看好它 好不好 台大電 這個如果要買鴻海台積的 台大電也可以做 這後面一定還會漲 一定還會漲 好不好 因為它主要的產業 都是接下來近5年的發展的產業 台大電很好 沒問題 這個也直接講 你們要動作要爆長線的儘管爆它沒有太大的問題 你說AI散 AI好又加散熱 又伺服器電源 車用又有 全部 它在這一塊 未來產業這邊已經算通包了 所以台大電其實只會慢慢漲上去啦 回檔你們 有些敢買 我覺得沒問題 台大電可以動作 它就只會慢慢墊上去慢慢墊上去 跟鴻海都很像 跟台積都很像 全資股 你們如果有閒錢要買這個可以 好不好 今天還有一個東西 海運價 空運價 我講航運 我昨天講了台積 鴻海的目標介入價之外 很多人又來問我 那老師你怎麼看 航運股 好不好 我等等跟你們講 航運股我怎麼看 你說官員 對不對 這個是 降息升息的問題 為什麼今天又要再提 本來已經兩天沒提了 因為美國那邊沒講嘛 對不對 是不是 我們前兩天又在想 好像八九月可能會降息 最晚12月會降息 投票是不是這樣 18號 21號 8月會降息 這幾天嘛 8月會降息 24號 還在講什麼 最快9月 24號是前天 前天說最快9月降息 投票有沒有 新聞這樣寫 那今天26號 打通膨策略 這個又爆意見 又有問題了 不排除再度升息 投票怎麼又變這樣 今年不降息 放音 怎麼今又變這樣 投票這個東西 我講了 上就是幾天講好幾天講壞 幾天講好幾天講壞 都不重要 重點就是股票都漲 好不好 可能沒看過的 我講一次 景氣不好通說了嘛對不對 對不對 降息 OK降息 大家股票漲 沒錯嘛 降息了 錢出來買股票 好 來 景氣好 升息 是不是大家會覺得 要升息了 錢收回去了 股票跌 可是為什麼我最後還是拉回來股票漲 因為景氣好嘛 朋友 你們要搞清楚 你再怎麼升息 現在股票漲了都比升息的多啦 你錢怎麼會存進去 就這麼簡單 景氣很好 所以導致股票漲 你不用再去講股票跌的事情 好不好 現在就這麼簡單的想法 降 就算說降息降一碼兩碼 三碼四碼 好了啦 請問你股票 請問NVIDIA一天漲了有沒有比降息的東西多 有 那為什麼你要去 去管這個 當然還是買股票啊 現在就是這樣好不好 升息降息的關係拉回 買就對了 真的就這麼簡單 沒有 不要想那麼複雜啦 那美債 我也不講好不好 你們要去做美債可以 那抱長期 不要去想當下要去賺那個價差 那就是抱長期的 很多人現在要去分析這個東西 我覺得你們去聽去看都好 我不打那一塊 我不講那一塊 我只講我想做的東西 好不好 不是我不懂 我不會 是說我現在只講我想做的 我講的東西 我做的東西 好不好 這個也不用再講了 好 那昨天 禮拜一 我就講拉回嘛 禮拜一是不是還拉回 我就拉回要趕動作啊 拉回要趕動作啊 回答 你說股東會 明天後天嘛對不對 我們來看嘛 是不是 昨天又漲了 所以 不要又被 市場那下創高拉回去 去擔心嘛 我一直講 昨天禮拜二 昨天禮拜二我怎麼說 其實講真的 後台一堆人問我 台積紅台怎麼辦 很多追高的人很擔心 我只能說希望你們沒有追高啦 好不好 真的希望你們就沒追高 那我真的昨天我就進去買啊 昨天9點多啊 9點多我又進場買 為什麼我敢進場買 當然我有我的把握嘛 台積電 紅海 其實 這些外資在看 當然都還是很好 還是上修 這我也不在贅述 講真的 台積紅海做產業 這兩個 這兩家公司產業做什麼 全包嘛 蘋果也包 AI也包 什麼都包嘛 所以 那我講 有些人們可能研究的 比我還透徹 那我只能說 我就是看在大戶數散戶數 我去做一個依據 為什麼 跟散戶不一樣 我們就贏了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這19號還是在調 那今天新聞也是 你說高雄擴廠 那今天新聞呢 當然這是工藝店在報導 船 好不好 船屏東要蓋COAS 真的 產能如果不夠 一直蓋 然後人家資本支出 很多人都會講資本支出 資本支出多 他一直在花錢去蓋東西 蓋廠方好了 那代表什麼 他產能完全還不夠 才會去一直增加資本支出 都是好事嘛 我們說今天喊多少 投票好啊 他喊這樣啊 就你看這邊全部 其實都是超過1000 所以你說900多買 等1000出 好 前幾天人家就是這個想法 投票你們不是嗎 前幾天你們就是這個想法 這天啊 我說有人買980 買完跌到這裡就嚇死了 1000以上再出都是好 那會不會占上1000 在昨天你們沒有人這樣想 昨天沒有人去想這個東西 沒有人看這個 可是今天呢 對不對 今天會不會到 接下來會不會到 在那邊喊 那鴻海也是很好嘛 朋友 我講真的 這今天 626 我相信是可能明天 明天新聞會出來 這我也提前知道 好 兩家美系好不好 同時升目標價 好 那又去調高 明 這是24年 這25 明年EPS 好 明年的EPS調高 然後本益比也調高 投票這怎麼算 14.2 然後這個是18 投票我不曉得你們會不會算 應該會滿簡單的啦 14.2啦 乘以18啦 就這樣 明年的本益比 乘以明年的EPS 255.6 所以他們估明年鴻海255.6 目標價 就這麼簡單 現在不到 現在200 200幾 那 買好像現賺 人家估這樣 可是我要跟你們去講 其實 很多人會去看EPS 本益比去估股價 我必須講 但他們沒有亂估 一定是有一些 有所本在估的 可是這怎麼樣都是估的 所以股價天天在變動 有時候就是被這些影響 估就漲多 可能明天又估少一點 那又跌下來 可是最終我們看大方向 好不好 這個算應該會啦 14.2 乘以18 他就255 是不是 今天是不是人家都在講 人家看鴻海目標價 255左右 有沒有 應該有吧 平盤左右嘛 那早上開有沒有開高 有欸 投票朋友 我昨天這個買蠻低的吧 9點多買 9點多昨天誰敢買股票 很多人在賣啊 很多人在殺低啊 我都不講了 好不好 很多人在殺低啊 台積電這樣子漲 對不對 賞上來 大戶 賞戶 這昨天我有詳細講了嘛 對不對 我昨天去買 真的有昨天買 所以我現在可以天天聊啊 台積電紅海我天天聊得很開心啊 因為我真的有這種動作啊 而且我買在低點啊 我不是說去追高 買在980 那很多分析師 天天分析這兩檔 他手上沒有 會員沒有 不然他就說他以前三四百塊買 報到現在 投票那恭喜啦 可是真的有這樣嗎 好不好 我今天真的秀訊息嘛 我也講 大股東都還 970他們都買 他們成本最後一批 買在970左右 你買920 930了 怕什麼 紅海也是嘛 大戶賞戶輸 這個籌碼更漂亮 漲上來 大戶還在買 賞戶就 漲上來一路賣 漲上來一路賣 就這樣做對不對 昨天我也說去買嘛 這買比較晚 9.44買 台積比較早 好 台積9.28 紅海9.44買 都買啦 這兩支 我現在可以分析了吧 真的可以分析嘛 對不對 很多人想230賣 你覺得會到嗎 我也跟他說嘛 跟我謝謝 好 考慮買紅海 還沒買 對不對 很多人想做 昨天 朋友 台積紅海要怎麼做 這在我的LINE裡面 賣了 想知道還能不能買 這是客戶的對話給我 賺錢 但賣太早 現在不敢進 現在213他不敢進 這早上 好 這今天 今天的事情 朋友 我講真的很 我不是亂講的 大家都會去 被當下的盤嚇到 所以就去賣股票 這我也講 這人家貼的 這不是我 也不是我們公司的 真的是客戶貼這個東西 賺錢但賣太早 怎麼辦 好不好 我還是這一張啦 昨天我相信有很多人看到 可能有些人沒看到 台積紅海 目標價好不好 其實這有兩段 因為進去要再出來 出來的要再進去 最後的目標價 會不會調整 我說會 可是這個字卡 好不好 這個 這一張你們一定要 我的Line 小手MP57 幫我 幫我掃描 進來 你就說我要索取台積 紅海的 好不好 這個東西一定要拿到 我裡面是真的有遮啦 好不好 這真的有東西 不是假的 我這個都做好的 我希望你們一定要來拿 好不好 來電也可以 02-2564-336 你們撥電話進來也可以 好不好 直接跟我助理講 還是Line Line裡面我會自己回 好不好 小手MP57 幫我掃描 掃進來 還是加 加帳號 這個東西我給你們 我給你們 我覺得 能幫我盡量幫啦 好不好 其實昨天後台 Line裡面也很多 聊一聊 老師 他看我 真的 老師你真的給我這個東西耶 好啦 我參加你啦 真的有這樣 我也很謝謝 沒關係 我今天再給一次 好不好 我希望有看到的 我節目的 好不好 都來 都來 我覺得分享嘛 好 小手MP57幫我加進來 好 那還有 萬海 長榮 陽明 很多人也在後台 老師 我比較想知道這三檔怎麼看 好不好 然後他昨天下午4點多啦 然後 他說不理我 到晚上 都沒有 我講了 Line後台我會自己回 所以人數很多 會慢一點 我已讀了不代表我不回 好不好 我晚上8點還在問他 好不好 啊 我手上有耶 但我比較意外 有真人會回應我 投票我真的會回 你們Line跟我密我 好不好 私訊我都是我回 我都會回 只是時間上 我不能跟你們確定 好不好 真的都會回啦 我希望真的你們來 我有辦法幫你們 好不好 講到這個 其實不多張啦 不多張我也在幫你們解決問題 我先問 現在運價 主要看運價嘛 現在這些碰到什麼問題 航運股碰到什麼問題 那大家 其實不用我講 你們也知道 紅海危機 對不對 歐洲那邊 港口罷工 你說還有什麼 美東 碼頭 美東的碼頭 對不對 他們勞資在那邊爆 還有一個北美鐵路 那邊也是勞資 那講真的這些好像都會造成運價的上漲 所以航運股會漲 那第三季 尤其你說第三季忘記 因為美國我說聖誕節 所以提早第三季要一些東西要運 商機很大 可是如果你們只這樣看 就認為會漲 那這樣做我覺得不一定 這客人也講他也會看這些指數啊 這些指數都會看 都漲都漲都漲 這個還好 BDI還好 那其他都漲 所以你們認為會漲嗎 我講實在 我也直接跟你們講 萬海我覺得 籌碼就比較亂了 好不好 萬海籌碼就比較亂了 但是長榮 我覺得陽明 好不好 你說漲上來了 大戶數上來 投票一樣了 賞戶就賣嘛 賞戶就會去賣 那客人 他說買在什麼 儲置 儲置玩進去買 好他這邊怎麼講 儲置 儲置的時間買 儲置期間 投票我要跟你們講 儲置期間買 不是也追高了嗎 為什麼你們這邊沒買 你們就是等漲了 123456 然後儲置 儲了你們進去買 我這樣講 萬海 籌碼比較亂 如果要我真的建議啦 當然就是長榮陽明 你們可以再持續關注 好不好 可是我必須講 真的不要去追高了 拉回再買 你說大戶數其實沒有很多 這邊上來大戶一堆都跑了 當然說上來後面有再上 可是 我覺得啦這個 怎麼說 沒有我挑的股票好 那這大戶數 產戶數這樣去看 也沒有台積 也沒有紅台好 所以你們也不用完全糾結在這 好不好 那我的股票 投票 我也不想再講了 精彩今天 今天怎麼樣 又大漲快5%又再創高了 投票應該有吧 最高 82 182.5 跟184.5差2塊 投票沒有 盤很不好耶 可是怎麼會這樣 這我的股票 對不對 你看我測標嘛 看我測標 齊鴻 我其實一直在提嘛 這些資料我早就都做的 對不對 齊鴻我一直在講 那今天呢 今天是不是也繼續漲 差一塊碰到7% 又要回到了 投票朋友 又要回到 我說我這邊開始買嘛 買完這一波 整理整理 投票我這樣講 雙鴻 昨天我忘記我聽誰講了 我在昨天這邊知道 電視有人在講 他在分析雙鴻 他說散熱最近這一波 可能要先不要買 先不要買 有人這樣講耶 雙鴻這一波 跌這麼多下來 那全部又在線下 先不要去看他了 等他回來再說 哇 那今天就回來 今天又漲那麼多 投票真的你們不要去 很多分析之後 跌的時候都不愛提啦 好不好 都不愛提 那今天這一支跌成這樣 沒人要提了啦 對不對 群創我說了 散出型封裝 我也早就講 外資他們看沒有那麼快 所以評估群創總理 結果砰砰兩天跌下來 好不好 我真的時間又不夠 高利我怎麼說的 我也說嘛 觀景幣出來嘛 觀景幣出來整理完會再漲 我也是這樣講的 對不對 4968利基 今天也夠強嘛 對不對 還會漲 好不好 高利完了 石碩工業 投票朋友 這一支啦 真的 又碰到100了 又碰到100了 投票朋友 真的時間不夠 這我昨天6月25號 我怎麼說 今天一開盤就很強 會不會再站上去100元關卡 投票今天就站上了 今天就碰到了 沒站上去又下來啦 我們可以看著 好不好 這是我的標的 台積紅海我也做 好我都跟你們講 很多人說太高價了 今天我推出一支股票好不好 下一支石碩工業 我石碩工業50幾塊買了 投票朋友 有人說高價買不起 我今天準備是100以下的啦 我有把握 我會向石碩的走勢好不好 LINE幫我留言 4566加聯絡電話 這支股票我希望你們來 我們一起來動作 分享給你們 4566加聯絡電話好不好 LINE小準NP57幫我加進來 低中價高 高價都來找我啦好不好 這些是我先平台來 我做的東西 好不好 這開著帶這邊都有 這開著帶的就是浴金光嘛 對不對 高利也在這上面 都在這上面 這我的股票 我怎麼講 我怎麼做 好不好 還有這一個 一定要來拿 這張我再給你們一次 好不好 小小數NP57 下一次是說工業 我希望各位投票 都要拿到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 祝各位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見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